歡迎收看精靈天下 臺股在整個三月份呢 是大漲了一千三百二十八點 是史上的第四大 市值已經來到六十五兆了 那麼面對在四月之後 整個臺股現在變數 是不是越來越多呢 又該怎麼操作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 為您邀請到南臺 科大財經系助理教授朱月忠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林有明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謝程燕 飛豪大家好 財經專家游庭浩 大家晚安 好我們先請教有明哥 在過去大家都說清明變盤 那麼在清明節之後 整個臺股到底該怎麼操作 那麼大家最關鍵的就是 AI到底是不是有泡沫化的趨勢 但第一個變盤說 本來就是這個看環境而定 因為可能大家也會擔心 元宵會變盤 變不了盤反正就清明 清明再變不了的話 就端午嘛 所以我想變盤這個因素 基本上還是要配合大環境 我們現在比較在乎的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整個三月份 其實瀰漫在00940 這個1753億的一個資金 這個歷史的巨嬰 這個地方所推升 所以尤其是到三月的 最後一週的時候 大家已經分不清楚 你這個股票在漲 到底是因為產業在漲 還是只是因為00940在篩錢而漲 那這些因素我想在四月份的時候很可能就會慢慢的消停 因為歷史上再也找不到下一個可以有1700多億的某一個瞬間的那麼膨脹的一個資金可以去撐 那接下來的話我想灰姑娘過了12點之後 她就要必須考驗 你這個地方的話 到底 你但畢竟灰姑娘還是 還是一個美人 對 即便是 底子還是好的 對你底子是好的 對 所以她還是有機會再變成這個未來的公主跟皇后 所以我們現在回頭來去講 就是說AI現在美國有很多的一個這個專家已經開始在提 他說如果AI未來的趨勢還會繼續存在的話 但至少在現階段 你看到很多大企業的老闆已經在賣股票 對 這是一個很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他們這個賣只是因為股息收益的調節呢 還是有什麼其他的因素 所以今天我們截錄了一個網路上 這個一直都有在提的 就是警訊大家在最近的這一個月裡面 這些消息已經慢慢的開始瀰漫 就是說AI會不會越走越窄化 就是說整個美國的科技類股 它從原先的擴散到後來的七巨頭 後來到四巨頭 即便最近羅數兩千有開始在反彈 但是感覺起來的話 好像那個漲勢的力道已經開始在鈍化 所以我們這邊來提到 我想講AI是泡沫有點太嚴重 因為這個違反大家的共識 但是現階段的話比較擔心的就是說毫無疑義的共識 其實是股市最大的風險 對就大家都不會懷疑的 尤其把它當成信仰的東西 其實那就隱含著修正或者是修習 好那好一點是修習壞一點是修正 我們來看一下歷史上在科技上面來講的話 每一個泡沫的形成那個東西其實並沒有消失 比如說九三年到九八年的PC 即便到現在為止PC還存在 但是為什麼會有那一段的一個大幅的一個修正 就是因為庫存的調整 或淘汰到一些原先太過於投機的廠商 然後再來的話 九八年到九九年的網路新期 網路到現在只會越來越好 沒有越來越差 但是當時因為有太多不健全.com的公司 然後00年到02年的時候就修正 04年到07年是智慧手機 然後因為淘汰掉很多智慧手機 所以後面才有幾家包含像Apple的獨大 然後各位再看08 09的金融海嘯 所以我們現在回頭就直接講重點 二三年到二四年是AI77 就深層式的一個AI一直不斷的在起來 但是我們對AI的另外一個問題的話 它裡面有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台積電 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 我們再來講一下輝達的一個部分 台積電這是火山爆發 這個差幾塊錢就到了八百塊 當然有很多人到目前為止 也不認為八百是他的目標價 應該會更高 甚至看到上千元 對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看到上千元的 比如說外資 他這個地方已經 這應該是念Alessia 對 合理的這個股價 他認為已經到一千 然後這個華興資本認為八百六十五 高盛認為八百四十八 匯豐八百四十五 里昂八百二十五 但是大家其實並沒有說 他什麼時間會到 但是如果從EPS分佈的角度 比如說去年台積電是賺二九點五七 然後今年的話應該會落在三十八點九一 明年的話應該落在四十八點九八 所以現在大家是用明年的四十八到五十塊 來去預估台積電的目標價 所以合理的本益比的話 大概至少給到二十六倍 那如果二十六倍的話 看起來是要破千 那如果再低一點的話 如果用明年就是用二十倍來算的話 感覺起來八百塊也不會是很大的問題 但現在我們要提醒大家的一個重點是什麼 就是說外資圈在估計台積電的目標價的時候 其實我認為他們還是相對的樂觀 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台積電現在目前看不到競爭者 但是如果以三奈米的產能的利用率 外資是看蠻窄 但是我們比較懷疑的問題就是說 到了兩千零二十五年 明年的時候 三奈米的產能陸續開出 台積電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他開始要提折舊 那他提折舊的時候 因為有很多的三奈米廠 比如說包含像日本或其他地方 那個政府是有補貼 所以原則上他並沒有要提煉 那麼全額的折舊 但是這些東西都會影響到他的EPS 所以明年度的四十八點九八 我覺得大家是沒有在 把折舊加速這一塊給算進去 那第二件事情的話就是說 以NVIDIA一年幾乎推一個晶片到兩個晶片 而且越推的效能幾乎是越強大 那換一個角度來講的話 當三奈米的廠的一旦開出來的時候 你可能要面臨到更先進的製程 那這個時候你往更先進的製程走的時候 包含三奈米以下的這一些部分 很可能大家就是乏人問津 因為那個就變成過時的晶片 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三奈米的產能開出這麼多 除了AI在用以外 還有誰在用 車子用不到三奈米 智慧手機三奈米也應該就OK 可是智慧手機的狀況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們對他EPS的一個部分 我們就認為過獨樂觀 然後接下來的話 那會影響到他未來對目標價的一個看法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說 台積電在二零一七年五月的時候 當他股價在兩百零三塊的時候 當時的外資是持有兩千零七十六萬張 然後這一波到七九六的那一個禮拜的時候 外資其實是持有一千九百三十四萬張 那如果換算起來的話 其實外資還怎麼樣 少持有了大概一百四十一萬張左右 感覺起來外資還有回補空間 可是如果我們用兩百零三塊當時的張數 去換算出來的市值 跟七百九十六到這個一千九百三十四萬張 換算出來的市值的話 台積電的市值幾乎多了十兆 就是以外資手中的台積電部位 他等於是多了將近快十兆的資本利得 那這個資本利得 就是看他對台積電的信心 是不是會有動搖 那如果說他還是強烈的持有的話 這個十兆對他來講是家底 他根本沒有需要調整 但是如果今天任何有三奈米的消息 的雜音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接下來的話 至少會有半年的時間 外資可能在這個地方 會去做一些調節 所以我們幫台積電做了 這樣的一個三個版本 那這三個版本裡面 第一個版本是最樂觀 就是台積電幾乎等於沒回 高檔震盪七百五十塊以上 強勢整理 那這一波的台積電 其實從七九六回來的話 也大概接近到七百五 如果這個版本要維持的話 你要給他撐半年的時間去考驗他 那第二個的話 其實我認為比較合理的版本 就是健康回檔十到十二趴 那算起來的話 七九六的十到十二趴 大概會落在差不多七百 其實這個也很合理 也可以守住七百塊錢 對長期持有台積電的人來講 他認為七百OK啊 因為去年的這個前年二零二二年的六八八 都已經熬過去了 所以這七百塊算什麼對不對 而且還比較高 所以大家認為說到七百以前的話 這個都算是合理的這個問題 但現在比較怕的就是說 這個可能是灰犀牛的部分 也就是說AI overbooking 再加上有一些比如說地人政治的風險 會讓他超過這個十二趴的跌幅的話 那很可能就會破七百 那這件事情的話我們先留在心上 就是看盤辦事 一個漲這麼多的股票 你讓他跌都不跌 直接在七百五以上 那就隱含著台股 要把兩萬點當成是地板 然後從地板這個地方 就是永遠都不會在這個地方正式的跌破 那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畢竟也不是那麼高 七百五十元以上的強勢整理的話 可能發生的機率是相對比較低 再請教佑明哥 那麼這一波的熱錢行情還可以持續嗎 好 第一個大盤曾經在一五六六九 就是當時有一某一個高點的時候 他對出來的MACD大概在這個位置 然後他一路的從一萬五漲到一萬七的過程中 其實他的MACD就是他的柱狀體 其實是沒有創新高 那每一個在創高的過程中指標背離的話 那我們就會去算他的成交量 還能不能再繼續突破 那如果以週量的來講的話 當週量來到頂端的時候 其實他的成交量沒有在三週之內 繼續突破的話 他就會形成一個盤整的狀況 那這個盤整直到量開始縮的時候 就正式的回檔 所以上一波的回檔 是從一七四六三跌到一五九七五 那各位會覺得感覺起來很多 因為兩千點 對 但是大家不要被這個絕對數字所迷惑 一萬點的兩千點跟兩萬點的兩千點 那是不一樣 對 所以一萬七回到一萬五千九的話 其實他才回了九個percent 那這個九個percent 將近十三週的時間 就是對一個正常的股市來講的一個休息 那他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那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當指數來到了最近的高點 大概在兩萬零 將近快四百點的一個過程中 他的週量最高的點是在二十 這個二十四兆這裡 二十四這個二十四兆九千四百四 這個應該是二點四兆啦 週量是這樣子 但是現在目前看起來的話 已經有連續三週的時間 這個週量並沒有去突破前面 那即便是你看 我們在想說這個三月二十九號那一天 如果投信真的把所有的錢拉進去 會不會把週量給創新高 結果沒有 他整個上市加上櫃大概投資了七百多億 那七百億的過程中 週量也沒有創新高的同時 我就認為說現在市場上 有很多人看兩萬二或兩萬四 我不覺得 我 我不會覺得他不會到 但是我覺得他不會是在現在到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週量不夠的時候 他就要進行強勢整理 這個整理 那整理的情況 再看國際之間有沒有利空 比如說有可能的利空 就是美國延後升息 延後降息 然後第二個地人政治的問題 但不管怎麼樣的話 這個都構成所謂親民有可能會變盤 只是說大變跟小變的一個 這個變的大跟變的小 這個不文雅不能講 所以問題就是在這裡 所以原則上的話 我提醒大家 就等於是到了四月份到五月份 這段時間裡面 手中的持股 第一個當然要減持一下 看清楚環境 第二個的話 往一些避險的股票在走 比如說像軍工 比如說像生計 類似這樣的一個方向 好 剛剛有明哥 但我們看到台股在經過了三月 大漲了一千三百多點之後 在清明節之後 整個操作上是相對要比較偏向 保守謹慎一些的 那麼在整個軍工啊 相對比較可以避險的族群都可以留意 說到在四月份還有一件大事 我就是確定這個電價要調漲之後 我們要請教廷豪 大家就很擔心 會不會引發一連串的通膨效應 以後在台灣通膨百分之二 會變成是常態嗎 我們要來觀察 因為這次立委其實也有嘗試的想要提案 想要嘗試的讓電價動漲 但不管如何 電價長期就是要反映它的發電成本 這是很正常的 我們過去在二二年和二三年 其實從試算的合理電價 跟基準電價 中間的GAP已經差非常多了 我們以二三年來看 基本上你發電 每度電價應該要四點四塊 才可以完全的損益良平 但去年電價其實才三點一塊 今年現在稍微調高一點 到三點二 三點三 但是距離成本仍然差非常多 所以二四年 現在平均電價大概是漲十個percent 可是漲十個percent 是遠遠到不到四點四的 你如果要損益良平 今年電價至少要漲四成 但你很難期待 今年下半年又漲個三成 所以就算漲還是沒有辦法損益良平 對 今年台電一定還是虧損 所以我們只能期待 它的發電成本 有沒有可能因為 全球能源資產價格的下跌 稍微能夠下滑 也就是說什麼意思 電價是很難大幅調升的 但是你可以等看看 它的電價成本會不會下滑 讓台電能夠把虧損金額 能夠依此而縮小 但我們要講的事情是 電價調升幅度 雖然是十個percent 對於我們實體的用電戶 可能每個月就多幾百塊而已 那如果是用電大戶 稍微有點獲利上的壓力 可是我們害怕的是那種 心理情緒的傳導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電價的調升 或者大宗資產的調升 可能你看到都是調個五個percent 十個percent 但是反映到終端商品的時候 那個漲幅都是兩成三成 而且極具僵固性 比如飼料價格 很容易漲個5percent 雞腿便當就直接漲兩成了 那重點是飼料價格跌回來了 現在農糧價格相對於20年的高點 已經跌兩成了 所以物價有僵固性 你漲上去的很難再回來 對 但是明明原物料 就已經跌回來了 但是終端商品是不會下跌的 那第一個反映的方向 就是租金價格的上漲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 今年第一 一二月的移轉動數 創下近年來的新高 那第二 我們看到整個電價的調升幅度 加上下半年的囤房稅 都讓這些房東 有進一步調升的空間存在 你會覺得 這個電費 那明明就是住戶自己繳的 那房東自己的房子 電費調漲了 所以它就有那種 實質的轉嫁效果 所以我們反而要觀察 因為主技術所統計的 租金指數 已經連續30個月 都在上漲了 這就足以說明 目前租金價格 跟實體民生用電的發電 它是一種心理情緒的傳導 加上我們都很清楚 美國目前的PC 其實已經陸續跌破3個percent了 可是台灣在今年 元月份 二月份的CPI 年增幅是3.08 台灣難得在通膨層面 超越整個歐美市場 而是足以可以觀察到 現在整個台灣面臨的通膨問題 我們有沒有可能 因為電價調漲 反而今年本來市場的預估 高點是在一季度就見到 然後就足跡的下滑 舉例來說 央行的預估只是今年年增幅 一季度是2.38 到二季度會來到2.34 三四季度 因為積極效果慢慢的下滑 可是當時做這份預測報告的央行 它沒有預估到二季度 會有顯著的電價調升 所以很有可能真正的高點 會是在二季度 而二季度如果市場的資產炒作行期 沒有因此而停銷 那就會導致市場上在二季度 引起更進一步的通膨穿導 什麼意思啊 就是我不只認為定價漲 我認為我的租金價格也該漲 我認為雞腿便當好像應該反映 什麼都在反映的時候 它反映到最後的終端商品 很有可能就不是我們看到的調整10%了 可能是15% 可能是20% 這個時候就要小心了 好那再請教廷 如果說這個通膨以後 2%變成是常態的話 那麼在薪資又跑不贏通膨的情況之下 到底哪一些資產還可以抗通膨 OK 我們可以先從今年元月份和二月份的 平均通膨來看 為什麼是以元月份和二月份 因為通常有春節效果 因為兩個月相加起來 來做比較會比較適當 那你會發現有趣的跡象 就台灣目前的通膨 也並不是那種 單純由大宗資產上漲 所引起的廣泛通膨 它目前大部分都是集中在 相顧性核心服務部門當中 舉個例子來說 你看到在整個二月CPI當中 通膨率大幅標高的 都是一些服務 像是嬰兒照顧的服務 漲幅是多少 漲七成 對不對 家事服務費漲幅有一成二 國內旅遊的團費都漲幅有9個percent 對不對 哈密瓜漲幅9.7percent 其他大部分都是住宿費 連檳榔都漲了7個percent 市場中心的費用 國外旅遊的團費 洗减法 這我感覺滿明顯的 計程車車子也漲了 醫療看護費也漲了 所以基本上 現在行程通膨 有極大僵固性的 是人的問題 第一 台灣到目前為止 還在缺工 所以你看到 有時候你去吃餐廳 你會發現 這個有時候 你看最近有很多那種餐廳的新聞 你會發現 怎麼現在缺工缺到 工讀生好像工作個幾天 就當上店長了 當上經理了 因為現在真的 台灣面臨到極度缺工的情況 極度缺工 導致工資水平居高不下 服務費用 目前是僵固性通膨 最重要的原因 好 那第二件事情是 可是你看到 有沒有物價在下跌的 有 但是大部分都並不是 我們看到的服務核心通膨 舉例來說 通膨有下跌 那蘿蔔價格跌了3% 花椰菜跌了 嬰兒的衣著費跌了3% 其他你像是女洋裝 女上衣 跌幅蠻重的 跌幅4% 女生的衣服跌很多 所以這個太太 女朋友 就有借口可以買 這是好不容易物價下跌的 對不對 最重要的是韭菜 韭菜也下跌了4.3% 你可以觀察到有趣的跡象 那就是會跌的 都跟我們看到的原物料 農糧價格 大宗商品有關 會漲的 都跟你的服務費有關 那我們都很清楚 這種東西沒什麼僵固性 全球價格一跌下來 它就跟著跌 但這種東西 人力成本 它有工會的問題 它有法律監管的問題 它有簽約的問題 沒那麼容易下滑 就如同你剛才說的 台灣的核心通膨 可能會僵固好一陣子 那第二件事情就要聊 那台灣的核心通膨 如此僵固 是不是代表著大家缺工 工資再上漲呢 工資是有上漲 但是工資上漲的幅度 遠遠不如整體通膨上行的幅度 我們具體觀察 如果是以近五年 元月份到十一月份 受僱員工薪資的中位數 實質經常性薪資 你會發現 在2020年就已經見頂了 是四萬一千四百一十塊 到21年開始減少了 只剩下四萬一千三百九十二塊 到21年到三百四十三塊 到23年到三百三十六塊 四年逐年递減 什麼意思啊 這四年我們看到股價也創高了 是 我們看到全台灣的經濟持續的發展 房價也不錯 房價也不錯 明目薪資其實也在調高 基本薪資每年都在調高 但不是基本薪資在上漲 是我公司賺的錢上去了 可以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基本上底層勞工 看起來還是很辛苦的 跟美國市場不一樣 美國的平均時薪 如果你仔細觀察 他的實質薪資 已經連續十個月 在一個percent以上了 也就是他連續十個月 是跑雲通膨的情況 這就足以去表現說 基本上美台 雖然美國看起來通膨 表現過去今年不較高 可是他薪資跑更快 所以他實質薪資轉正了 台灣通膨沒有這麼高 大概接在兩percent到三percent 所以壽星階級 會台灣比較辛苦 台灣比較辛苦一點點 所以我們可以具體觀察 如果是以兩大一小 這樣的一個家庭來看的話 每戶消費支出 可能一個月是八萬塊 大概在元月份到二月份 平均而言是增加了 接近有兩千塊左右 那其中大幅度增加的 第一個就外食費 外食費漲幅真的蠻多的 還要反映能力成本 那第二個是我們看到的 交通以及通訊費 居住類品 其實價格是來的最高的 漲幅沒有這麼亮麗 但你看占比幅度 接近兩萬塊 那說明一件事情 我們看到整個台灣 所面臨通膨的狀態 它必須導致市場上 有更進一步的資產動作 所以你看到台灣 這一波購買ETF 購買資產買房的人 為什麼比海外市場 都還要更為樂弱 因為他真的跑不贏通膨 你在美國勉強還跑得 贏購買力再放大 但是你怎麼看 你的薪資是一定 跑不贏通膨的 所以我們就必須進行資產的部件 不管是股票 ETF 房地產 市場就開始有進一步 資產配置的意願了 好 剛剛提告到我們看到 如果說這個通膨 接下來是大家要面對的 這個問題 尤其很多的這個物價是有其這個僵固性的話 那接下來這個投資呢 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不過我們說到美國聯準會到底 今年會不會降息什麼時候降會降幾次 大家都非常關心 從目前最新的這個點證圖來看 今年會降息三次嘛 陳妍持續三年 市場會預期第一次降息的時間呢 大概是在六月份 那如果說在今年一定會降息的話 債券呢 我們現在到底要在意的是 要去賺他的價差 還是我要去賺他的這個配息呢 其實降息這件事大家等很久 從應該說從2022年 坦白講年底的時候 就在討論這件事情 整整來講已經討論了一年半了 那今年六月 現在目前降息的機率 其實已經有來到百分之七十 大家普遍認為應該六月會降息 但是我覺得還是有一點變數啦 因為畢竟 剛才廷昊講到的通膨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能不能明確的壓下來 我相信鮑爾是他的任務沒有錯 但是到目前為止來看 好像還有一定要去努力的一個空間 所以有沒有可能降息的時間點 在延後 比如說到八月或九月 可是從利率點證圖來看 確實二零二次二零二五跟二零二六 連續三年 大家普遍的共識 就FOMC的委員 普遍的共識是會持續降息三年 那如果是一個長期降息 當然我覺得也不是一個急劇降息 因為如果是急劇降息代表經濟不好 看起來是一個緩慢長期 緩步降息的一個過程 這是一件好事 代表經濟不錯 那當然降息的一個環境之下去投資債券 當然相當的好 可是這時候免不了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就是說 我要賺價差 賺價差的意思是說 我買了債券 未來債券會大漲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賺價差的想法 大家也不要覺得說是現在買 馬上像股票一樣 可以賺到很多錢 如果你願意用三年的時間 到五年的時間 去給他一個大波段的話 這樣賺價差的心態是比較健康的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賺配息 賺配息當然就希望說 息的貢獻是比較好的 因為目前來看 美國長年期公債的息 大概在3.5左右 其實也是不錯 當然頭等債的息更好一些 有的算出來 就是他根據經驗回測的結果 可以達到6% 6%我覺得這個是很吸引人 不過我自己實際上去推估 大概都在4.5到5 就是說實際上並沒有真的到6那麼高 大概就是4.5到5也還不錯 也還不錯 那是不是也能夠賺到價差 也是有機會 當然就以賺價差的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還是會選擇長年期的政府公債 就賺價差的角度 可是我又想賺價差 我又想要拿一點點息 其實長年期公債還是可以滿足 因為畢竟我剛才講到他的息 也有大概3.5左右 那當然從這個波動的角度來講 長年期債券的波動比較大 所以在持有的過程中 還是要稍微有點耐性 普遍來講大家都說長年期公債沒有風險 就倒閉的角度而言當然沒有 他不會倒閉嘛 因為這是美國政府公債 但是你持有的本金會不會波動 我要跟各位講會 所以很多人誤會了 以為持有債券不會波動 你看以這個過去大家買這個元大美債 應該是目前買最多的 如果你當時在高點買 大概五十幾 他其實也是會跌了一半 但是你說會不會倒是不會 但是價格的變化會不會有 會好 那當然現在的殖利率普遍來講都不錯 所以我覺得你要做長年期債券 還有頭等債都可以 當然現階段來講 我覺得要沒拿減少一口的話 那當然是長年期政府公債 那目前普遍來講 大家最最熟悉的就是元大美債 那還有一個後來竄起來 是國泰二十年美債 那另外一個是中信的這個 美國公債二十年 這三個應該是目前市場上 討論度聲浪比較高 那如果我們就以這個中信 美債來講 因為距離我比較近 我就不跨過去了 實際上三個的線圖長得都一樣 所以我說我用他來舉例 你看他最高的時候五十幾 跌到最低的時候 其實大概都是腰斬 其實這三個都是 都腰斬都一樣 都一樣 但是如果我們去看長期來講 目前他的這個 大家的跌到都是十年 十年十幾年來的一個低點 那我們仔細去檢視一下 我用中信這個為例 為什麼因為這三檔 其實內扣費用它是最低的 元大跟美國大概零點二二 那中信是零點一五 那你說差那一點點 但是就比較的基礎來講 它的內扣費用稍微低一點 那基本上大家都是計配息 現在以這個公債來講都是計配息 那買這個美國債券的公債有個好處 沒有所得稅的問題 所以就自然就沒有二代健保保費的問題 這個我真的在這邊忠心 真心的跟大家分享 而且一段下來已經跌這麼多了 這個時間點應該算是甜蜜點出現了 甜蜜點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因為之前有一些人套在這個反彈上來的高點 或是在反在修正前的一個高點 這到目前為止看起來是還沒有解套 但是你說再修正的可能性 有沒有就是在六月 如果萬一六月聯準會的態度又很硬 所以原本大家不是說升息的機率高達七成 結果沒有的時候 我跟你講再減還會再跌一次 降息我剛才講升息 sorry 就再降一次又沒有的話 那債券會再崩跌一次 可能跌個五五趴到八趴 如果期待落空的話 期待落空 我只是先提出來 但我現在機率來看也不太可能 可是如果這個修正 我認為還是一個非常好的買點 為什麼就長期來講 債券的一個過程 未來三年持續降息 其實債券是緩步的推升 那你說有沒有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可以期待 我們隨便算一個這個存續期間十七 那你不要說降三趴五趴 我就降百分之二就好 大概至少三成 那甚至我期待放個五年 來到五成的機率都是有的 那當然就公債到底他持有什麼 其實很簡單 為什麼他可以打到每季配息給你 因為他持有的就是像這些長期 到期不同組合的這些債券 然後他們會有不同的配息日會出來 所以你就看到他可以在每一季 給你穩定的一個配息 就目前來講他最新一季配的還不錯 零點三五 過去平均一年下來 大概都可以配到一塊錢 所以我換算了一下 殖利率確實差不多在三點五左右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可以接受的一個數據 對啊 將近四趴 三四趴 所以如果你再把省的所得稅也加進去 因為所得稅如果你所得稅高的 可能要兩成三成的話 其實說起來還原 我說連稅一起還原回去看 其實大概也有百分之五 所以這個我覺得在現階段來講 未來如果是明確降息 你比較大部位的資金 我就也可以思考一下債券的投資 好 剛才人家我們看到了 如果美國聯準會呢 在今年呢 降息是勢在必行 那麼可能在六月份 就會出現第一次降息的話 那麼債券的一個投資呢 現在都可以開始關注了 不過我們說到馬上進入了第二季了 今年以來如果說我們從 積積金校排名來看 我們再請教朱老師喔 大家都覺得露股表現不好啊 但是為什麼從今年以來 整體的積積金校裡面 還中間出現了不少是中國的 確實喔 大家一直對露股說 不是連臉很久了嗎 停留這個印象 可是如果你有在關心中國市場的話 你就會知道 他們這一波 真的是靠政府暴力互盤 整個拉上海號 就有外資有統計過 光今年以來喔 中國政府在市場上砸了四千多億人民幣 還拉不起來 那中國真的就沒救了嘛 所以擺在眼前咧 我們先給大家看到 我們現在大家看到的畫面是 今年在台灣能夠買得到所有基金 我們去幫大家到目前為止做了一個整理 就是績效最好跟最差的 好我們先看到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統計 就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做投資很多人 真的你也不用選邊站嘛 能做好你賺錢最重要嘛 那到底誰可以幫我們賺錢 所以你看第一季幾個關鍵字先抓到了 你看到這個大中華 你看到亞洲其實裡面有很多 都是有中國概念在裡面 對所以像這個華人四季 雖然歸類也是亞洲 但是大部分都是在中國 所以這是第一個關鍵字 第二個關鍵字呢 那當然就是科技了 大家可以看到有科技題材的都很多 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從指數來看的話 今年漲最多的市場其實是日本 可是你看到前十米日本基金居然只有一檔 這不是很奇怪嗎 對啊 匯率的關係 大家知道日元一直又扁嘛 又破了三十幾年來的新高了 所以呢日股指數看起來漲了很多 他是全世界今年目前為止漲最多的市場 結果基金沒有預期的好 就是日元 那所以換個角度來想 日本政府已經可以說我要出來護盤了 我要把日元壓下來了 所以如果未來日元有機會回升的話 那你有沒有機會兩頭賺 這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 那我們當然要看一下不好的 就是說你第一季全世界看起來市場不錯 但是還是有雷債 雷債哪裡 來替代能源 替代能源有沒有看到 有 其實很多替代能源 再來就是不動產 不動產 也是超多 可是如果不動產 你再仔細看 大家曉得不動產 都以為以為是因為利率很高 所以不動產不好 其實不是 因為你仔細看這些不動產 你有沒有看到 其實都是在亞洲地區 為什麼 其實中國的不動產拖累的 所以成也是中國 敗也是中國 好 所以我們很快讓大家瞭解到 今年到目前為止 整個基金市場趨勢 但是大家還是比較關心臺灣的情況 好 所以我們下一面 台股基金 台股基金 好 那我們基本上呢 只要是在臺灣的各種基金 不管是主動市或是ETF 我們給大家做一個綜合排名 這也是給大家一個觀念 不要永遠你就只想要買某一類 因為我們都知道ETF現在很夯嘛 可是對絕大部分的投資人來說 能幫我賺錢最重要 我為什麼一定要選邊站 所以來看一下 今年目前台股的正排名 我看了一下真的是 老天爺是公平的 五檔主動市 五檔ETF 可是如果你再進去看 我發現了一個 正有做相關研究以來 從來沒看過的 什麼特殊情況 富邦富邦基金 可能很多人沒有聽過 它是富邦投信的創業座 所以非常的老 好 然後再來 台灣採集50 0050 不用說了 這是ETF最老的 對 統一台灣動力 這也都是很老的 也就是說 你看到這排名 我們先不管它是主動還是背貌市 一堆都是老到不行的基金 這我沒有辦法解釋 尤其像這個富邦 它1998年就上市了 所以是心不如舊嗎 當然這時間很短 我們不能說它一定就是心不如舊 可是至少舊目前為止 都是老字號 但是你看到這邊 你又很驚訝了 因為這邊也是一堆的老基金 這個也都是一九九幾年 甚至這個 這個是阿公級的 一九八八年就上市 兆豐國民基金 一九八八年 我想很多很多 根本還沒有出生 它就已經出現 所以你看到 這不就是很神奇嗎 今年已經跌一層了 對 好的基金可以 這些老基金有表現 基礎好好的 也有很差的 那我們再看到剛剛有提到關鍵字 科技股 全球來看科技股很好 如果正排名裡面 是不是你也可以看到 像這個都是跟科技有關係的 所以你說它績效很好 OK 但是你看到副排名裡面 不也告訴你 都是還是有科技這個關鍵字嗎 所以這就給大家一個很 很不好的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我到底該跳哪邊 對 那到底要怎麼挑啊 對 怎麼挑我們等一下再看 好 那我們再看一個排名 就是ETF 哇 尤其是高股型的ETF 大家都很喜歡嘛 欸 可是我們實際來看 我現在就只抓投信 我們就不管這個ETF是投資台股 還是其他的 純粹就以基下來排名 來 前十名當中 真正投資台股的 來 0052 一個 富邦 00608 一個 就這兩檔 欸 其他都沒有台股的喔 其他的這個都是全球型的 或者是我們剛剛看到 日本的也都出現了 好 也就是說 基本上科技還是主流 雖然有少數的科技股不好 但是大部分科技還是好的 再來就是 大家喜歡投資的高股型ETF 在今年第一季 其實都沒有 反而是 欸 這個0050算 欸 不是0050 00608 應該說他的雙胞胎 只是富邦發的 績效 欸 也算是不錯 那另外這個 0052也是老到不行的ETF 他也出現在排名裡面 好 但是如果再看到 富排名的部分 特別注意到 剛剛陳彥提到的 來 你看到B字尾的 其實都是跟債有關係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都是常債 大家不要以為說 這樣就不好 剛剛陳彥已經跟我們講的 你就是等他降息的話 這些常債其實就有機會 只是我們現在沒有辦法保證 他到底什麼時候要降息 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再看到富排名裡面 是不是也是一樣 屬於替代能源的 不是 所有能源是替代能源 像太陽能之類的替代能源的不好 好 那再來就是台灣投資人喜歡的 這個高股息的 其實就有出現跡象 不過相對是比較弱的 所以其實這樣 好 所以第二季 我們要去注意什麼 第一個 美國到底你什麼時候要降息 說表確實已經在減緩 但是降息現在大家預估六月是最有可能 好 不只是美國要降息 歐洲也有可能降息 再來就是日本我們剛剛提到 日元有沒有可能開始回升 這很重要 當然 AI 尤其是第二季大家可以注意到 五月中揮達的財報 可能是非常關鍵的一個時間點 再來中國 大家如果仔細看到 到三月底的時候 他其實不太漲得動了 那還有機會再一波的救市嗎 我想這都是大家要觀察的重點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嘉義其實十四年以來 他的人口都是直直的往下掉的 不過現在卻因為 台積電設廠的關係 在泰保當地的房價出現了飆涨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嘉義其實十四年以來 人口是直落的 我們請教挺好 不過現在因為台積電要去設廠了 所以帶動了泰保當地的房價飆涨 而且很多是年輕人買的 年輕人回家 你看最近流行一個詞叫泰保勇士 就是到底現在誰敢在2026年 就是正式建成以前 來購置這些住宅 或者先炒作預售 為什麼 因為單價真的很高 有些已經站上三字頭了 三字頭 所以你要了解 我們要怎麼去宏觀的判斷 到底嘉義的房價 還有多少的推升空間 你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看到這次台積電 正式拍板進駐到嘉義封測場 但嘉義到目前為止 人口仍然呈現副成長 那會因為台積電這件事情 痞疾太難嗎 到底一個封測場 它能夠共進的人口 到底有多少呢 事實上我們可以觀察到 如果是以整個嘉義縣市來看的話 基本上30到40 40到50 50到60 以及60歲以上 人口全部都在下滑 在過去一整年當中 我們講19年到23年 過去四年都在流出 可是20到30歲 你看到反而從原本15% 上行到18% 增加了3% 反而是年輕人回流嗎 對 太保市也增加了4% 就換句話說 有些年輕人已經開始進去卡位的 有些可能只是投資了 但是在當地已經開始設了戶籍 如果我們是以 城屋和預售物價格來做觀察 你會發現 近三年的征服 城屋 因為比較多老房子嘛 從11萬漲到14萬 整體漲幅是3成2 預售物的部分 從21萬漲到27萬 但我看到了 今年已經有站上三字頭了 所以它證明一件事情 有如此顯著的炒作行情 它就跟過去台積電 只要設廠之地 科學園區周圍目前的漲幅 都遠遠比雙北地區 這些蛋黃區漲幅還要來得更為顯著 所以你真的想要進行資產配置 在雙北地區 精華地段 交通建設中心 沒有太大的溢出了 為什麼 單價都已經高 只有找到剛性買盤 到底哪些工程師進去工作才有機會 舉例來說 新竹科學園區 現在寶山嘛 二期 整體19年到23年 四年漲幅是七成 新竹市漲幅是四成二 那中科擴建的二期 大雅漲幅是兩成九 沙鹿漲幅三成八 西屯漲幅兩成五 那加科的部分 你不要覺得說 加科好像現在連動工都還沒動工 接下來兩個月才會陸續開始 漲幅已經六成了 那你根本不用講 這兩年南科和南紫的部分 你看台南的部分 善化新式安定 漲幅都是八成到五成起跳的 那南紫你像是橋頭 人舞 漲幅大概是接在六成左右 所以這幾年你看得很清楚 大家都在找低總價 能夠有上行空間的 只要是高總價 都不會列入到排行榜當中 所以我們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 是什麼 面臨最大的問題是 我的確在今年有一些 資產的需求 台國都上兩萬點了 總要佈具一些房地產市場 讓我的資產能夠稍微穩定 到時候跌下來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就考慮到 這個科學園區周邊資產的需求 那問題來了 我要選擇的是竹科 中科 南科 還是現在當太保勇士去加科呢 這個就非常重要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下一張 來跟投資朋友具體來做些理解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疑問 因為市場會擔心 你看嘉義高鐵特區 從2020年均價是13萬 到23年均價已經28萬了 今年均價都已經站上三字頭了 其實現在還傳出 甚至已經有這個案件是開價到四字頭 在開啦 開啦 但成交有 如果四字頭那就有點扯了 那就代表很感慨 代表他很看好 當地的這個房價還會繼續漲 不過他請他挺好 其實如果說到他們薪資所得的話 中位數只有47萬的 那你去買這麼貴的房子沒有風險 對啊 這是現在的這個中位數所得 但是等到封測廠建成之後 這些工程師進駐以後啊 他就會導致不分地區 你像太保市 會被拉高 顯著的拉高 你像竹北 現在平均年薪是113萬 全台最高 比台北市都高 現在問題在於什麼 就是嘉義現在已經站穩了三字頭 剛才你講的 往四字頭來賣進 可是問題是 你看台中烏日高鐵特區的房價 當時從20年的24萬 現在也差不多是在三字頭左右 家科是封測廠 而且都還沒有正式動工 也沒有建成 人家台中你看二旗 是先進制成啊 他也差不多是三字頭左右 那重點是什麼 台南高鐵特區啊 現在23年 你看20年是從19萬 飆到現在也是三字頭 大家都是三字頭 那就有一個疑問了 到底是嘉義真的 他具有非常大的潛力 還是說烏日和台南 他又顯著被低估的空間存在 所以你要瞭解喔 這有些先進制成都已經開始產線 都已經開始拉抬了 但是他才剛站上三字頭 就嘉義現在已經三字頭 你看他新屋的成交價 成交價其實是快三十萬 那你說在台南的話 也才三十出頭了 對 所以你可以瞭解一件事情 我個人認為 嘉義有一點過度被炒高的空間存在 被高估了 有點被高估了 為什麼 因為人家先進制成啊 人員都已經進來了 對 剛性買盤進來也拆三字頭 所以我想跟投資朋友分享是啊 我們做股票 或者說買房子 千萬不要在順勢的時候 市場上極度炒作的時候 你這種漲幅 一定會有餘屋竄逃的時候 等到2026年 2027年 預售屋建成以後 就可以了解到到處的方向了 可是我們至少可以承認 上行的格局是不會變的 什麼意思啊 過了五年以後啊 這些地區單價一定都會創高 但是我們是要挑選漲幅漲最快的 如果相對於嘉義啊 那台中台南更具有向上的空間存在 那第二件事情呢 是在今年很快的 我們過去五年啊 曾經有海外資金匯流法嘛 那當時是規定台商資金流入到 內部以後 台灣以後啊 是不能去購買房地產市場的 如果要購買 就必須要有嚴格的許可制 而且大部分都是購買商辦 或者工業用地啊 但是我們都很清楚了解啊 隨著投資收益不斷的匯匯 你看當時一九年二零年 投資收益大概是兩千一百億兩千七百億 匯匯比率才十三% 現在大量的台商正在回流 三成都開始匯回來了 那如果真的有機會解禁的話 就代表著司法人的炒作空間 很有可能會因此而歸來 那司法人什麼沒有錢最多 他不一定買住宅啊 他可能回嘉義去買工業用地啊 買商辦啊 他有沒有可能引起進一步的拉太空間 我認為是存在的 只不過短期內嘉義肯定是有點長過頭了啦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稍後來關心 在520之前軍工股還有沒有機會一軍吐起 俄羅斯遭遇了二十年以來最嚴重的恐怖攻擊 也造成了上百人的死亡 那麼現在電源政治的風險呢 真的是越來越高 沒有要請教永明哥 那麼對臺灣來講的話 軍工股在520之前還有機會 第一個部分 莫斯科發生了 在上個月二十二號的時候 首次最大的規模的音樂廳的一個恐攻事件 那因為他的時間點很敏感 就是在整個普丁連任就職的時候 這個地方完全給他打臉 所以現在大家就在想說 這件事情到最後的一個延伸 當然已經找到兇手了嘛 伊斯蘭國ISSS 那這件事情到底會不會繼續的延燒 那我們回頭來去想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最近其實市場上在流行兩個東西 第一個的話當然就AI 第二個就00940 那各位可以發現 當指數來到兩萬零三百多點的時候 軍工股時不時的會因為這些體材而動 那大家現在就是在想 就是說到底軍工只是一個 暫時在520之前的政策體材 還是他會貫穿一整年 變成地緣風險裡面 很好的一個資金避風港 我覺得大家可以不妨再繼續觀察下去 每一次當軍工在漲的時候 他是不是都是在AI休息的時候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在目前看起來是焦焦板 年初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有在預告 就今年在520之前 很可能你要開始去留意一下軍工 畢竟他已經休息了半年 那當時我們在講說 中東這一塊的話 有跟以色列合作比較大的一家公司 叫全訓 那當時的全訓的位置 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最近的全訓有稍微上去 所以我回頭要請大家在留意軍工的時候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臺灣的軍工會是政策的一個方向 所以就開始只要沒漲了就進去買 但是我這邊幫大家來稍微做一個 所謂的這個四個我覺得比較重要的第一 那給各位就F4 就軍工的F4 對那四個第一是哪四個第一呢 第一個的話叫政策第一 第二個的話叫純度第一 第三個的話叫毛利第一 第四個的話叫成長第一 那我們先來解釋一下什麼叫政策第一 那因為新總統還沒有就任 五二零才要就任 可是他第一個去造訪的軍工公司 各位一定要把他記下來 那很可能就是未來他四年執政的主軸 對那就很多話大家知道就好了 就是聽懂就好 那賴總統就職第一個造訪的軍工公司 後來做了一個月線做了一個長紅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雖然在各位看節目的同時 有稍微休息 但是這個畢竟會不會變成了 在兩年前包含雷虎的翻版 我覺得大家可以持續觀察 第二個所謂的純度 第一就是我們在年初預告的 他的營收占比是第一 在軍工的占比是第一 然後第三個的話毛利率低 你很難看到某一個軍工類股 在去年第三季公布出來的毛利率 是高達將近快八成 對然後第四個的話成長 第一就是今年的EPS 可能從五塊變成十塊 十塊賺一個股本 對所以這四個第一裡面的話 我就說如果你要去選軍工類股的話 這四檔個股應該是放在你幾囊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觀察標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回答發表了這個人型 機器人讓市場驚豔 那麼臺灣的廠商有機會 去扮演這個女娲的角色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人型機器人呢是未來的趨勢 我們請教陳諺 那麼臺灣有沒有扮演女娲角色 這樣一個機會 讓這些機器人可以產生五感 跟人類一樣 因為這一次GTC大會 這個黃仁勳展示了這個機器人的技術以後 大家開始去思考一件事 服務型的人型機器人 是不是會成為接下來一個爆發式的一個產業增長 因為就人型機器人來講 他要能夠看 他要能夠聽 他要能夠去做所謂的模仿學習 坦白講 你要看就以這個我們講原相好了 他的感測器 其實本來就可以做到了 那你說要聽 甚至我要過濾所有的雜訊 讓他能夠清楚接收到各種指令跟聲音的來源 你說遇探能不能做到 也沒有問題 那因為再來就是說人型機器人 既然叫服務型的話 他可能可以幫我們點點菜單代位等等 那你就要精準的什麼衛星導航系統 像達發他也可以做到 所以其實你說人型機器人 我們剛才在講要達到的這些功能 能不能做到其實都可以 可是為什麼一直沒有很明顯的產業趨勢 讓大家所去推估 其實最近我看高盛已經把人型機器人 未來長期大爆發的這樣的預測 已經發表了一份報告 最主要的關鍵其實就是在於AI 因為如果沒有AI 我講剛才所具備的這些所謂的功能 他沒有辦法去整合 我講整合之外 就是我今天機器人變成我要有一個人 一直在那裡遙控它 那就沒有意義了 因為並沒有真的有效降低成本 或我們所謂提高服務的一個品質 譬如說未來他要推我去公園曬太陽 對不對 還有一個人遙控那個機器人 到那邊左轉右轉 然後時間到了回來 那就沒有意義 而這個機器人可以自己判斷 時間到了他就 坐上而已 你是老不死的 好 然後我就坐上